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然後我想我就這個圖來解釋一下 可能會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比如說這個圖的列串的阿葵 要知道減三多 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所有的課本 你去看文字的描述 你去看數學識者 都沒有人家直接來跟你講 來講話 這樣你為什麼學少廷武功 你要到荷南 你可能學少廷武功 因為有時不足 然後你口傳心壽 你怎麼看個那個練武術的書 然後自己都打起來 沒感覺 這邊也是一樣 我跟你講一遍 你應該怎麼把它吸收起來 這樣就更寬度 再重新看一遍 就是說我們這邊有一群資料在這裡 那我把它分成 想辦法分成兩圈 那剛開始的群中心 我可能是隨便亂學的 然後有群中心 這邊是由C要找A 到這一步呢 有C找A A就是分群的方法 那A分群的方法就是把它連起來 做一個垂直平門借骨 就把它分出來 就是由C找A 另外呢 是由A要找C A呢 是已經把你分前分出來 我已經分這邊一群 這邊一群 那A找 A找C呢就是求全軍 這邊就不一定在這邊求全軍 就是由A再找C 另外呢 由C要找A C在這裡連起來 隨著平門借A又分出來 這時候再由A找C 只要反覆 有A找C C找C 反覆一路做下去 結果它就會收斂到一個還不錯的答案 那整個你看這個圖 應該就比較容易上課 那在原來課本裡面它講 E step M step 那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各位可以暫時給我管它 E step就是由C找A 有M step就是由A找C 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還有同學問另外一個問題 是不是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有些requation 像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requation呢 AI這呢 以我們剛剛那個例子來講 就假設有100點 我好分兩群 我第一點分在第一群 第二點分在第二群 第三點分在第三群 這樣 所以我整個A matrix是跟你講說 每一個質料點分在哪一群 那你既然假設已經分完以後呢 你要找出那平均值呢 所以可以用這個式子來算 這個式子呢 就是xi 這一點的數 這邊要注意一下 這是一個向量 這是一個純量 向量 純量 純量 算在整個還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回去可能看這個 我可能再把它改一下 把上面打一個劍頭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呢 譬如說A matrix如果是等於0的話 你看這等於0 下面可能等於0 等於0就表示不屬於1 我就不用看它 我就會看它等於1的位置 如果是等於1的位置的話 我就呈上它對於的向量 把它撐起來 這樣就得到第一群裡面 所有向量的總和 再除以這裡面總共有幾個向量 那裡面有幾個向量 就是第一次好像總和嘛 整個加起來就有幾個向量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式子 那這樣式子它草述就是很精簡 因為式子就把這個事情都講完 都解除掉 但可能就是有時候不容易看得懂 所以你要回頭過來看 A是怎麼樣 A是怎麼樣 那就可以大概知道這個式子在做什麼事情 還是沒有聲音 不要說掛了 好 所以我們到這裡 各位同學還沒有什麼問題 各位同學還沒有什麼問題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Demo Demo的話 對 你要跑這個Demo 你現在要下載兩個ToBud 一個ToBud叫UtilityToBud 點下去就可以連到相關的網頁 都在我們這些式的設備上 你可以叫我們訓證你的ToBud 直接點一下把它抓回來 它抓回來之後你就把它展開來 然後設定固定 然後就可以使用 第二個跑的 第一個跑的是 K.mex.ca 那你知道它是在做K.mex.ca 那你知道它是在做K.mex.ca 那掉了 這個 先把這個式子上全部關掉 好 所以 所以刚刚上课是都没有声音是不是 上一个堂证 上一个堂证有 这后来才没有是 好 那我现在直接打K-means Clustering 字有点小 不过反正就是K-means Clustering 其实我们来看 先看这同一篇这边有说明 原先资料长得是这个样子 长得是一个甜甜圈的资料 那你要找出8点来逼近这个甜甜圈的资料 然后它最后跑出来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 每一个cluster center在这里 那cluster center这边是 当然我会故意用不同颜色来代表 但很不幸这刚好 assign 到同样的颜色 所以就看起来是连在一起 可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的连线做垂直平衡线 就可以把这些资料点分开 两个cluster center连线在做垂直平衡线 就可以把资料点分开了 那因为 again 这个电脑实在跑得太快了 所以一下就跑出来结果就蛮不错 我们再看一遍 有没有它有互相在瞧 挤来挤去 想办法挤到一个平衡点 那最后它就停下来 那这边有在show它的iteration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iteration从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iteration1的时候 这边总共跑到200次iteration 第一次的时候 distortion是156 第二次立刻就掉下来 掉到75 72 71 70 有没有 这就满足我们前面讲的 它的这个distortion只会变小 了不起等于它绝对不会变大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用 刚刚说明这个algorithm的时候 就已经间接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一路往下掉 掉到最后 我看最后是掉到多少 最后掉掉 掉到这边两个是一模一样 227416 227416 最后就把它停下来 所以原先预定跑200次 但是跑到39次就停下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k-means cluster 你在做的事情 那你也可以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demo叫 叫vector quantization vector quantization意思是比k-means cluster 意思很接近 只是它每一次慢慢增加它的cluster number 从两个变到四个 四个变到八个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先找出一个cluster 一个cluster就是所有资料的群中心 的平均值 然后把这cluster把它稍微分开一点点 拆开成两个 任意拆 稍微变两个 然后两个再做cluster 就会把两个拉开来 然后两个以后 任一个再拆成两个 两个就变四个 好像细胞在分裂一样 两个变四个 然后再做一个cluster 四个变八个 再做一次cluster 然后这样的话做出来 效果据说会比较好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跑一遍看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一遍看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一个 两个 四个 八个 十六个 三十二个 好 到三十二个停下来 那它到三十二个你会发觉 它就一直在巧 挤来挤去 我追你 你推我 但每一次推的过程 就是它在做优化的过程 做optimization 那最后得到最好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但这个 这样的资料 当然你分不太出来 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你可以自己去create一样的资料 譬如说真的分成三十二群 那三十二群 你看这资料 是不是会不会真的是抓到每一群 好 那这个各位同学可以自己试试看看 好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回头过来看我们的头影片 所以这个各位可以去试试看看 好 纯粹K-means就跑这个 K-means clustering 那纯粹K-means做 做细胞分裂的动作的话就跑这个 这个有另外名词叫vector quantization 抱歉 这打错了 Q-U-A-N-T-I-Z 这我回去再改一下 quantization 那vector quantization 二变四四变八一路变下去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应用 我的demo 一个应用是用在 Image data的compression 影像资料的压缩 它目标很简单 我就是从 一个image它本来是true color 各位还记得吧 true color就是 就是每一个点 它有 会被赋予一种颜色 这叫true color 就是譬如说我今天总共有 640乘以480 或是480乘以640 这么大块 image 每一点我叫做一个pixel 叫做一个像素 每一个像素 它会有一个特定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每一点通通通不一样 这种叫做true color 另外一种叫index color index color就是我会有一个色盘矩阵 那这四盘矩阵我可能只有64种颜色 但我点数呢 可能有100万点 但每一点就会被assign一种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只有 只有256种颜色 这种叫做index color 所以一种是true color 一种是index color 这个我记得好像被有在哪里讲过 上课有讲过吧 那就是在我们画3D的图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用图的高度 是对应到index color 是指到某一个特定的色盘矩阵里面 所以不同的高度 它会出现不同的颜色 那一般来讲我们拍照 有没有 我各位拿数学相机一拍 里面都是JPEG的档案 JPEG就是所谓的true color 它虽然有压缩过 它原始的就是true color 每一个pixel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颜色 它不用指到一个色盘矩阵里面去 它自然有一个RGB的分量 来指定它的颜色 好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image叫true color true color就是每一个pixel 有自己的颜色 这颜色不需要再指到色盘矩阵 我要把它改成index color 就是每一个pixel 它指到一个色盘矩阵里面去 那我就要把色盘矩阵创造出来 那我指过去的话 我的储存量就会降低 就可以达到image compression的效果 好 它步骤呢 很简单 第一个 从一个true color image 里面把资料收集过来 通常就 最简单做好 就是一个pixel 当成一笔资料 就一路把它抓进来 那这样会抓几笔资料呢 譬如说一个640x480的矩阵呢 它就抓到的个数就是640x480 640x480有多大 同学帮我算一下640x480有多大 640x480是很小的一个image 以前我的电脑解析度就是640x480 那是30720 7200 所以有三万多点 不是 三十万 三十万点 所以这个三十万就相当于我们要做clustering 这边我刚刚例子都举一百 现在就碰到实际情况 这边是三十万 有这么多点 秘密码一堆 然后它的dimension是3 因为RGB就只有三种颜色而已 那我有30万点 然后每一个向量的长度都是3 那我把cluster 我要做分群 那用群中心来代表这些向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是collect data 把资料从粗卡的image刷出来 我们待会有范例 然后再过来是跑 k-means k-means就找出来cluster center 这些就是我们的代表点 譬如说我今天要抓出256点出来 就表示这30万点里面 我会把它分成256种颜色 那这256个center 就是我的index color color就出来了 那我就直接利用这个color map 来把我的影像显示出来 看来跟原先到底差多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compressure rate 或叫compressure ratio 就是说压缩比有多高 好 before 在还没有压缩前呢 假设这个是m乘n乘3乘8 这个m是譬如说480乘640这样的矩阵 480乘640 为什么乘以3呢 因为它有RGB 三层 那每一点RGB 它各用8个bit来表示 就是它每个颜色都是0到255 所以总共有8个bit 所以在压缩前 它总共有这么多个bit数 那进入压缩过后呢 我这个c代表cluster center 比如说cluster center 假如c是256的话 256是2的几次方 2的8次方 所以取log2 就表示我用8个bit 可以代表256种颜色 所以我也是想m乘n 就是总共有几个pixel 但是每一个pixel呢 我只要用一个bit 就可以指到说它是代表什么颜色 所以这边要取一个log2 这是整个pixel image本身 但是最后还加上你的射盘矩阵 要一起把它存放起来 那射盘矩阵呢 这个c呢 就是有256种颜色 每一个颜色呢 各有RGB 那RGB呢 各有8个bit 所以这整个乘起来 这边就是射盘矩阵 所要占掉的空间 同学这个一定要会 这考试就考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想一下 before有这么多 after有这么多 两个一除 两个一除 除了以后呢 你把它上下除以m乘以n 最后得到变成这个样子 完整的解答是这个样子 但它可以逼近一下 因为这个数字会很小 这个数字会很小 因为c 譬如说我们有256种颜色 这边只是24乘以256 但是m乘上n 这个是你的image的size 这边是 比如说480乘640 这边是31 这边24乘以256 所以这边是b 近于0 这边很小 所以两个一除 最后会接近于24 除以log2 你的index color的个数 所以从这边就很快可以看出来 我如果只用两种颜色 来表示原来的image log2 这边是2 答案就是1 所以你的压缩比是24倍 如果你用四种颜色 这边log2 这边放4 下面就是2 24除以2 这边就是12倍 如果你用256种颜色 c是256 256 2的8次方是256 所以这边就变8 24除以8 这边压缩比就是变3倍 所以很快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影像到底可以压缩多少 先看这里有没有问题 各位要最好在这里就把它看懂 要不要再讲一遍 可以问一下吗 就是它那个c是指说你后来取了几点吗 c是代表几种颜色 也代表你取了几个cluster 意思是一样的 在这里是一模一样 觉得需要再讲一遍的请记住 好 我再说明一遍 来 我们再看一下 一张照片 我下面就有照片了 直接看照片好了 这张照片 我女儿的照片 1998年的照片 所以现在长得跟现在一点都不像 所以你在镀上看到它 你也不会认得 这个size呢 这个size呢 480 x 640 这边480 480点 这边总共640点 所以乘出来总共有几个pixel 每一点就是一个像素在上面 总共有30万点左右 那这30万点呢 每一点里面呢 都有构成它的这个颜色 总共有RGB三个分量 那你RGB三个分量 每一个分量都要用一个byte来表示 就是八个bit 因为每一个RGB都是0到255的值 所以呢 原先的data size呢 你看 这是m乘上n m乘上n 乘上n 乘上有RGB三层 那每一层呢 各用八个bit来表示 所以一层得到这么多个数字 你这个bit 最后我把它转成byte 再除以100万 就得到它的整个的数量是0.92个MB 这么大 这是原始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压缩 所以这边算出来这个东西呢 就是 我不用走在这里 就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 原始 480乘640乘三层RGB 然后每一层的每一个pixel 都需要八个bit来表示 所以这是原先所需要的资料 那后来呢 你经由压缩呢 每一点只要指到一个色盘矩阵嘛 所以每一点呢 这边呢 假设有256种颜色的话 你这色盘矩阵呢 就需要用八个bit来表示 所以m乘N是pixel的个数 那每一个pixel呢 只要用一个byte或是八个bit 就可以知道我要用哪种颜色 所以这边就完全指定了它的image 但这时候你还要把它 你的色盘矩阵一起送过来 一起存在里面 那你色盘矩阵呢 假设C是256 就有256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呢 各是有RGB三个分量 所以要乘以3 那RGB呢 各用八个bit来表示 所以8乘C乘3 所以一个before一个after 两个一除 做一些数学运算 所以会逼近于24 属于log2 C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但是说实在 我们说这个压缩呢 其实压缩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各位知道拍完照 你那个JPEG 你再把压缩压下去吗 根本压不下去了 因为它里面是这样已经压缩了 那我们讲的这一套压缩方法 是最粗浅最基本的方法 那真的在做影像压缩呢 事实上不只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其中一环而已 另外还做各式各样复杂的转换 那我们这个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好 到这边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看 好 对于这张照片我刚刚讲过 它dimension 480 这里480 640 在这里 那它原线的data size 假设完全没有经过压缩的话 480乘640乘3乘8 总共0.92的MB 但是各位做这个作业 你把作业 所以你把它档案抓下来看 它身上有多大 它只有48K而已 那表示它中间已经经过了很神奇的压缩 把你压到只有这个的二十分之一 那当然它怎么压缩我们暂时不管 假设原线的资料是这么大 那我们来看看用K-means cluster 你可以压到多大 这是最后压出来的结果 如果我只用 我这边有写字很小 Cobus size等于2 就表示我的cluster是两个 你看我只分成两种颜色 一个是这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颜色 我color bar把它画出来 出现效果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黑白照片而已 这两种颜色 那我又用四种颜色 一、二、三、四 四种颜色 等于说我原先有30万点 这30万点我经过K-means cluster 分成四群 那每一个之下点都是四群的其中之一 那各四群用cluster center 来代表它的颜色 最后得到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分别是四种颜色 一种、两种、三种、四种 你发觉跟原先的照片还差很远 这时候它的compressure rate 是大概12左右 这边有写compressure rate 这边有计算完整的compressure rate 这边是11.999 但是因为是 log2of4 它的分母会等于2 所以24除以2 它的compressure rate就是等于12 那这边再把它的 现在用八种颜色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种颜色来表示 慢慢就好像有点颜色的感觉出来 那compressure rate也是一样 log2of8是等于3 所以24除以3 compressure rate大概是等于8左右 那我这边算算是7.99 很接近于9 很接近于8 接着最后在这里呢 这个 cluster number 就是16 等于我用16种颜色来表示 我这里看出来 1、2、3、1到16 那16是2的4次方等于16 所以24除以4 compressure rate大概等于6左右 这边算是5.998 是不是比较接近原来的图片 所以我的跳动是2、4、8、16 再往下看 32、64、128 那这是原来的图 你会发觉这边已经很接近了 到这里32 大家还看得出来这32种颜色 比如说这脸这里 有没有像达马赛克一样 一块在那里 像这边是连 抱歉 这边是连续的 但这边是有点像达马赛克打的 鼻子也是一样 这是达马赛克 这32种颜色 64种颜色 64跟这里就几乎很接近了 128当然更接近 但如果你图很小的话 搞不好64就可以 就已经蛮接近了 那这两张图看起来是蛮接近 但它的completion rate多高 这边是4 表示说我只要原先四分之一的size 就可以把这个图 把它储存成这样的一个格式 这样就达到资料压缩的效果 好 所以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会被忽略 也不是被忽略 它会被排挤到很旁边去 因为我找cluster center 都要找大部分落在哪里 它其中有一个旅群索区 跑到旁边去了 那这样就不理它 因为它造成的效应就很低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只要看程式码了 看这边是怎么做的 看完程式码 各位的诸位其实就是改我的程式码 再做出一个更先进的东西出来 有没有问题 我们往下看 我又跑到这里 好 这就是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抱歉 各位一定要懂 你不懂的话 你这一题事实上是我们 我们作业的上一题的解答 就在这里 我们来看它怎么做 第一个呢 我这个档案名称叫 any19980405 各位看到这就是日期 当初拍的日期 然后就把它读进来 imread就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 我放到一个矩阵叫做 Capital X 大写的X 之后我就Image X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它秀出来 你就看到它的影像在上面 接着我算它的size有多大 size就得到NNP MNP P呢就代表几层 通常P就是等于3 因为它有RGB有三层 那MN当然 应该是640乘480 那所以一层 640乘480 一层 两层 三层 总共三层在上面 但这三层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 我要把 我的每一个pixel抓出来 每一个pixel的值 RGB的值抓出来 那怎么抓呢 因为它现在的 你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层 这边又一层 这边又一层 总共有三层 那我要抓的资料呢 是每一个pixel 要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你可以看它的index 假设呢 原先是480乘640 等等 我们不管它 假设我写小一点 假设这边代表情是4 这边是5的话 你看这个index多少 第一个元素是1 在这里 这个1的话 这个会是多少 21 对不对 1 2 3 4 5 6 7 8 9 排到这边20 下一个21 把它拉开来 拉成一长条 那这边多少 41 所以我第一笔资料就是 大写的x 我直接一个东西 一个矩阵给它 1 2 1 4 1 prime 这就是我要的资料 第一个pixel RGB直接出来 好 那第二个pixel在哪里 在这里 这是2 那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21的话 这边是多少 然后这边又是多少 这边又是多少 所以你就是这样 一层一层把它串起来 然后整个把它抽出来 就得到你的资料 总共要得到 30万笔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想到 它的index呢 一个是1 2 1 41 这是我第一个index 第一笔资料index 第二笔资料index 第二笔资料index呢 是2 这边加1 这边要加多少 也是加1 有没有 21加1嘛 22 所以21加1 这边呢 41加1 41加1 我这边不要写2好了 我写1加1 然后再下一个呢 变成1加2 21加2 41加2 这一路下去 这就是我的index的矩阵 所以index的矩阵 我最后怎么写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 我们直接看程式码 在这里 这是index的矩阵 1 然后m乘n 直到m乘n乘p 这一列得出来 有没有 这边加一个prime 就是我得到的1 21 41 有没有 在这里我m等于4 m等于5 所以每一次1 从这1开始跳20个 直到20乘以3 直到60 所以这1 21 41 所以121 41在这里要反复出现 有没有 这里出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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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先把121 41全部先照出来 然后再加上后面一个矩阵是 0123 0123 0123 一路过去 所以我121 41 我这里先照出121 41的矩阵 然后乘以1 1mxn 就会长出来这样的一个 12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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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边总共有20个 这边三个 这边有20个矩阵 但这边在你的 这一题里面做的 这边当然是不是20个 这边有多少个 这边有30万个 在上面 那乘出来之后呢 我要加上1 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后面讲的 0123 0123 0123 一路下去 这边所照出来就是 这里 1s p乘以1乘上0 到m乘n-1 乘上1s p乘以1 如果我再把它写清楚一点好了 1s p乘以1 2s p乘以1 2s p乘以1 2s p乘以1 那我们这些照子上面来看 1 2s p乘以1 2s p乘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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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總共有20個 所以撐出來就得到1 2 1 4 1 這樣一個長長的像樣 然後再加上 加上111 111 乘上0 1 2 到19 所以這樣子做出來就會得到我這樣的一個index取證 那就是這一行在做的是 就會得到我這index取證 得到之後呢 我就把它有沒有 把x把index送進來 那在image裡面呢 它讀出來呢 都是會一個onsign integer 8 我把它轉成double 轉成伏點數來表示 這就是我的data 那這時候data呢 它的維度呢 它有三個rho 代表rgb三個rho 它的航向量總共有30萬個 接著我開始要做k-means class 我這個maxima i等於6 就表示我i從1跑到6 那我的center number呢 是2的i次方 所以到i等於6的時候呢 我就是變2的6次方 表示有64種color 那當然你可以繼續跑下去 跑得越多 它的時間越久 那這邊只是把它印出來 印出來說 number of center是幾個等等 把結果印出來 接著呢 我這邊直接跑k-means cluster 我把data給它 然後我要分成幾群給它 center number 有幾個center 就代表有幾個cluster 那它就自動幫我做 做到以後 把結果放到center裡面 那接著我算它的distance matrix 這個center呢 算出來呢 是一個 這個data呢 在這裡呢 在這裡呢 是3 乘以30萬 1 2 3 4 左右啦 30萬左右 這一個 一個資料 每一個 每一個值行 都代表一個pixel的值 那它的center呢 那它的center呢 也是三圍的向量 但這邊呢 資料量就少很多 那這邊呢 就是2的i次方 2的i次方 那這邊代表一個center 一個center 那你跑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它的distance matrix 我這distance matrix呢 就算每一個center 到每一個data的距離 所以呢 我把這個擦掉 這邊你要了解每一個維度 才不會弄錯 所以我的distance matrix 是一個等於 看center有幾個 有2的i次方格 那這邊資料點有幾個 有30萬個 代表每一個center ,有沒有 這distance matrix 代表每一個center 到每一個資料點的距離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矩陣 接著呢 我直接從這distance matrix裡面 找出它的minima出來 一找出密碼出來 我就知道 譬如說以這一列而言 我就知道這一列最小值 譬如說在這裡 那我知道說 這個資料點應該是屬於 第幾個center 所以立刻就找出來說 每一個資料點 雖然有30萬個資料點那麼多 但每一個資料點裡面最小的是哪一個 最小的呈現在哪裡呢 就呈現在這裡 min index 有沒有各位記得吧 你找一個矩陣的最小值的時候 它可以吐出兩個東西出來 一個是min value 就每一個column 它的最小值 和它的最小值發生的位置 但我現在要抓的是位置 最小值對我來講不重要 因為位置就代表它是屬於哪個cluster 那我就把這個min and index 實際上這就代表它的顏色是什麼 那我就把它reshape 再把它重新把它編成m乘n的矩陣 它這其實就已經結束了 就已經快結束了 因為剩下只是把圖畫出來而已 那這個reshape x2 就是你經過轉換後的矩陣 但你要把它的這個center 那center呢原先在這裡center是一個3乘以2的i次方向 但是每一個都代表一個rgb的分量 rgb的分量 那在mat 11裡面你要把它翻轉過來 它都是把它翻轉過來 所以你做一個prime把它翻轉過來 那再除以255 因為在mat 11裡面顏色呢 都是用浮點數來表示 都介於0和1 那這就是你的column map 那column map出來後 你就可以把image幹嘛畫出來 image x2 這就是新的image喔 那column map用新的map來表示 然後把color bar也秀出來 把axis的刻度改為image的刻度 所以這樣 這個code就這樣結束了 這個code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前面講了很多 看起來很複雜 那code結束還算了 這邊有幾行而已 1 2 3 4 5 6 7 8 9 4 5 11 12 4 3 4 4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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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把這個顏色這些東西拿掉 事實上只有11 12行就解決掉了 那我們來跑一遍 這個column跑一遍會出現什麼東西 他就把圖一張一張畫出來給你看 第一張圖 第二張 第三張 然後越跑越慢 你可以看得出來 7分之3 number center等於8 跑了2.49秒 number center等於16的時候 跑了10秒 number center等於32的時候 可能要到30秒吧 就越拖越久 因為它cluster center越來越多 然後它就越跑越慢 然後它的壓縮效果也會越來越 壓縮率越來越低 然後越來越逼近我們所給的影像 所以到這裡壓縮率是6左右 這邊是16個cluster center 出不來了 我這台電腦已經算很快了 i7了 所以你們真的在做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跑這種 這些應用速度要越快越好 現在number cluster center是32 跑了36秒 到64的時候可能要跑90幾秒 它會跑到64還是128 我已經不太記得 不過這影像就已經很接近原來的影像 所以有關於這個implementation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code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code你每一行都要知道它做什麼事情 才有辦法去改 那這邊有的同學問說 老師你這個index好複雜喔 你怎麼會想出這種方法出來 其實你也不用照我的方法 你照你自己的方法也可以 你可以用for loop把它喬出來 通通可以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寫成一行 就全部把東西全部都做出來 這不需要 那我要各位做的問題呢 其實就是 我們這裡是每一個pixel 一個pixel 就當作一個vector下去做 那我要各位做的是說 你不要把一個pixel 當成一組資料來做 而是把四個pixel 當成一組資料來做 或是2乘2或是3乘3或是4乘4 當作一個單位來做 然後一樣去做vector quantization 那做的時候你要小心就是說 譬如說你是3乘3的block在做的時候 那等於說你把3乘3的話 總會有9個pixel 你把9個pixel 紙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去做vector quantization 但是你切出來 譬如說這邊切3乘3 因為切過去這邊不會剛好被你切 所以剛好是3的倍數 可能這邊會有留下來 一兩個column 或是一兩個row是沒有用到 那就不要管它 那個就把它剃掉不要就好了 好 number cluster center 64的時候 花的時間是95秒 那到128的時候大概就更久 不過各位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回頭看這個作業 作業前一題第三題 第三題就是我們投影片上 答案就是我們投影片上的程式 所以我雖然在作業上面 雖然在作業上面打了三個心 但是是十幾行就做完了 那我從第三個作業呢 各位要改進的就是說 移到下面來看 我把它放大一點 就是repeat前面一題 但是 就是 抱歉這裡沒有33 2乘2 4乘4 8乘8 2乘2 就是總共4個pixel 4個pixel RGB值 全部把它串起來 所以它的維度是13 那這個維度呢 是16乘以3 就是48 這邊就是4乘以3 然後呢 按到前面 重新整個再跑一遍 然後 看看這邊 第一個你要算的是 把圖跑出來給助教看一遍 看看效果到底是怎麼樣 那前面是跑了六張圖出來 但我不曉得六張圖 不曉得夠不夠時間 不知道可能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話就跑四張圖等等 之類的 就每一組跑四張圖出來 那如果真的三組 時間也來不及的話 就跑兩組 我不知道就是你看 事情況而定 總之我希望是到10點 大家都能回家 然後 然後 這一個是你要自己去算的 你的Compression Rate 是多少 我們前面是一個pixel 一個pixel下去算 那現在是如果說 四個pixel一起算 或是16個pixel一起算 它的formular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稍微算一下 然後再過來你就比較一下說 我這樣一個block一個block來做 會不會好一點 就是說我下面這個圖 是一個pixel一個pixel做的 有沒有 一個pixel一個pixel做 看起來已經還滿不錯了 那我就是希望你去比較一下 如果你能夠得到 跟這張照片同樣的類似的效果的話 它的Compression Rate會不會比較高 所以就跟你講說 如果你有一個similar的image quality 跟這個相近的話 那它的哪一個block size 會給你最高的compressure rate 所以你圖跑出來 現在是要用眼睛看 看看哪一個給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那秀比較好一點的話 把這圖秀出來 side by side比一下 比較一下給出效看一下 是不是一樣很接近 那它的compressure ratio有多高 好 我今天就把K-means介紹完了 然後用在這個image compression也介紹完了 然後作業也說明完了 看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今天算是完整的把一個主題介紹完 我們之後會盡量 也是一樣針對主題來介紹 但是有時候會跳回mainlab 有些mainlab的東西也要再繼續cover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先送到這裡 那有問題的同學可以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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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文 到底是否吃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